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长方体和正方体 这是一个长方体 在一年级的时候你已经认识过它了 现在我们来继续研究它 首先一起来认识长方体各部分的名称 这叫做长方体的一个面 这也是长方体的一个面 两个面相交 就会出现一条线段 这条线段叫做长方体的棱 三条棱相交于一个点 这个点叫做长方体的顶点 认识了长方体的面 棱和顶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研究 长方体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要从面 棱顶点的数量 形状 大小 来研究长方体的特征 我们先来研究长方体的面 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共六个面 都是长方形 再继续观察 你看到什么 相对的两个面重合在了一起 这说明什么呢 对 这说明长方体相对的两个面 形状相同 大小相等 通过观察比较 我们发现长方体有六个面 这六个面都是长方形 并且相对的两个面 形状相同 大小相等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究长方体的棱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这是四条棱 这也是四条棱 这还是四条棱 三四十二 长方体一共有十二条棱 再继续观察 你看到什么 这四条棱能重合在一起 再看看 看来相对的四条棱都能重合在一起 这说明相对的四条棱的长度是相等的 现在我们又知道了长方体有十二条棱 相对的四条棱长度相等 我还要告诉你 我们把相较于一个顶点的三条棱的长度 分别叫做长方体的长 宽和高 长方体还有顶点呢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有八个顶点 我们一起来整理到表格中 长方体一共有六个面 都是长方形 相对的两个面形状相同 大小相等 长方体一共有十二条棱 相对的四条棱长度相等 长方体一共有八个顶点 长方体的六个面 一定都是长方形吗 我们看看这个长方体 它这两个相对的面是正方形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长方体 我们要把这种特殊的情况 也补充到长方体的特征中序 长方体有六个面 都是长方形 也有可能相对的两个面是正方形 并且相对的面形状相同 大小相等 长方体有十二条棱 相对的四条棱长度相等 如果有两个相对的面是正方形 那么围成这两个正方形的八条棱 长度相等 长方体有八个顶点 研究完长方体 我们现在来看看正方体 正方体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面 每个面都是正方形 并且六个面的大小相等 正方体有十二条棱 十二条棱都相等 正方体有八个顶点 现在我们把正方体的特征填入表格 我们把这两个图形的特征放一起 看看长方体和正方体有什么联系呢 长正方体都有六个面 而且相对的面都相等 都有十二条棱 相对的四条棱都相等 都有八个顶点 这些都是长方体的特征 而正方体也具备了这些特征 正方体除了有和长方体一样的特征 还有自己的特征 它的六个面都是正方形 并且都相等 它的十二条棱都相等 所以我们说正方体是特殊的长方体 我们用两个集合圈 分别表示长方体和正方体 外面的集合圈表示长方体 里面的集合圈表示正方体 正方体是特殊的长方体 再次认识了长方体和正方体 我们赶快做几道体试试吧